阿诺和雪娥 为了给孩子美好的童年 一家人从台北搬回金瓜石老家 希望小童可以在这里得到 很美好的童年 只是夫妻俩在山上经营美术馆 入普敷出 像人家都会说 一个月要赚多少 对我们来说是 每个月要先花多少 心情也常被雨天淋到有些忧郁 小时候很讨厌下雨 他没想到这边是 连续给你下两个半月的雨 女儿小童上学了 班上竟然只有一个人 我赢了 我赢了 当地没有菜市场 买菜还得仰赖菜车 我没有卖鱼啦 他们叫我拿的 这都要过往往 为什么一家人愿意忍耐种种不变 回到有如荒城的矿山生活呢 自己是有套到金的感觉 心灵上的金 周五晚上九点 守住孩子的黄金屋 就在公示谁来晚餐 也许多ше